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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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证没多久 纪师姐就指定我要承担精进主 一直承担到现在也是让我学习 因为精进主是要规划排班 祝念及工具 不管拜金带领德或是任何事 我会尽量去学习 尤其我 什么都不会什么都怕的 我是在慈祭长大的 承担经敬主带领 拜佛法金的时候 我是承担悦众 你起来带领到佛的时候 才可以看到所有的大德 不管是师兄师姐还是慧众 在那拿一尊一尊的菩萨 而且礼佛的时候 你会感觉那种 那个法音传到你的耳边 那种法气真的让你感觉 我们好像在善了集会 我们去祝念的当下 看到家属那种 彷徨无依靠的时候 我们会去给他拍拍肩膀 关怀他 关心他 让皇者灵安 生者心安 这人生的过程就在 往生的时候及工具 都会让我更深深了解 人生难得 人生无常 所以说只要能敷 能吸 就是要去扶持 上人常说 多做 多学 自己发愿来做实际 一定要去理性自己所发的愿 就是一定要去学习 去做 都会论你 毕竟能学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